最先接触的套装相信大家都是一样的,你想不到吧?那就是校服。 其实这才是最开始的套装吧,渐渐的女性这边的套装就演变成了事业装或者OL装,套装也是比较省事的,起码不用费劲搭配,但是这可是火力全开的时代套装所展现的女人气质,也不能只针对成熟气质女作者。 既然还有不一样的气质和女人味,就像现在学生穿的校服套装,虽然和我们90后,80后小时候没有什么同,但是现在学生思想可是比我们那时候要时尚的多,美女穿的是红白蓝三种颜色组成的校服套装,美女戴着女棒球帽和网红眼镜还有化着装,整个人的气质根本不像学生,要是小编小时候,也这样怕是要被打的。 虽然社会开放,但是不建议学生化妆,有些闺蜜逛街就是讲究整齐,这俩一看就不是性感这词汇能形容的可爱美女。 左边美女头发是金黄色的,穿着的是一套裸色的套装上身低胸,抽绳下身阔腿裤的设计,又被美女橙色发色一套连体的工装馆式的服装,女神范的脸却有一颗可爱的心。